失误啊 包括适应这个现场啊 球台啊 氛围啊 整 等等 所以呢 你看 它就很快 它没有那么多形成回合的这样的状态 这样第一局的比赛 朱凯十一比五先生 稍后继续为您带来2016年 拼抄联赛 男子第一阶段 第四轮的比赛 上点 没有他追着球打那种兴奋的感觉 你看这个球发的就没有准备 他想发一短球 结果滑出台了 让方博给拉起来 所以他自己只能是一个过渡 而不是有意识的 我发一个半出台就让他拉 我反拉 你看这个 他完全自己都没有准备的 所以这就是发球自己 很高 对 出了 好球 目前看起来方博打得有点保守了 对 有点保守了 自己没有很好的这样的这个得分手段 这个战术是对的 多一 周凯这球打得漂亮 你特别是周凯 有些球在手上丢的还是多了一些 处理 呃 出来了 somos 不 quel 声 好 看 我的 就是说他今天呢 是在搏这个反正东 而且他的战术是非常奏效的 长球没有做准备 张玉东呢 他有一个好的发球 最后这个球 张玉东很聪明 拉了一个轻的 把节奏放下来 是啊 他一定不能用这种死力量 是用的两面同一颜色的胶皮 可能戴亚平那时候也有印象 后来就不允许了 打完就立马回来 他就准备下一把 这个球不错 他拧拉的质量 这个球还是 他有很强的固然性 大家可以看这手腕的力量 加摩擦 然后弧线是往下的 短的 哎呀 这球没发好 张玉东这大智慧来 这球没有发好 心里真有数 暂停之后 球现在都没有完全拿住 拉起来 将持加力 好 两个发球 很可惜 7比5 黄敬东 两个接发球 好 好 好